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嘅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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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开学了耶 小朋友 快快来 科学乐园真好玩 拍拍手 跳跳舞 跟我一起扭一扭 动动脑 玩科学 头好壮壮真聪明 小朋友 快快来哦 大家一起玩科学 凤凰玩科学 游泳 今天很开心哦 哈琪 为什么你今天很开心啊 因为我要跟香蕉哥哥一起去运动啊 你要跟香蕉哥哥去运动 你怎么都没有找我啊 有啊 我们有找你 是你明明说很累不要去的耶 有吗 我有吗 有啊 感觉好像是你在睡觉 就像这样子哦 阿琪 我好累 你们自己去吧 啊 原来你真的有打来哦 我还以为那是我在做梦咧 哦哦 阿琪 准备好了没有 你可以去打球了哦 好 现在哥哥 你不要去打球好不好 为什么不要去啊 因为现在是科学乐园的时间啊 你看有这么多小朋友 都等着跟我们玩科学游戏耶 如果你走了 那谁带我们玩科学游戏呢 对 这么多小朋友 你们会想要玩科学游戏吗 想 想哦 好吧 那我们就跟小朋友 一起来玩科学的游戏哦 耶 那要玩什么呢 那我们就来玩球啊 可是香蕉哥 气球酸油的球质 可是它不是真正的球 正能玩吗 我丢丢看 你丢丢看就知道了啦 来 你看啦 都这样根本传不到你那里 这样要怎么玩啊 怎么可能 我才不相信呢 你再丢大力一点 再试试看 来 哈 哈 它都会掉走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是气球 气球很轻啊 好 那我们找小朋友来试试看好了 来 你要接好喔 好不好 好 加油 一 二 三 哎呦 这么用力还丢不到啊 对啊 香蕉哥哥 你看吧 我就说吧 气球那么轻 这要怎么玩呢 我不信 一定要再找个小朋友来试试看 我不相信我用很用力看可会丢到喔 来 帮我数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过 还是丢不到这一条线 对啊 虽然小朋友接到了 可是没有办法站在原地就接到 没办法这样就传过去的 香蕉哥哥 你有完成过吗 可是我跟班长明明就有完成过啊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原来是扫了一颗 的弹力球 好 香蕉哥哥 弹力球跟气球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上次玩的时候 有把弹力球放在气球里面 然后把它冲气再绑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水蜜桃姐姐 现在你把这个球拿好 然后丢给我 来 这样真的就可以玩了吗 直接丢给我 好 那我要丢咯 一 二 三 三 咻 哇 差点打到你耶 对啊 可是水蜜桃姐姐 不能用丢的啦 要用抛的 你又没说清楚 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要用抛的吗 对啊 为什么要用抛的 因为你用丢的啊 其实弹力球运动的方向 跟气球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不出它的变化 好 所以你要用抛的 有抛物线啊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来 抛给我 好 我试试看喔 来 帮你数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嘿 太小力了 再来一次 一 二 三 嘿 哇 有没有看到 气球有没有忽高忽低的 而且转来转去 有转来转去 而且这样就可以 抛到你那边了 没错 那这一次我更厉害了 我只要把里面的弹力球 在气球里面摇晃一下 再丢给水蜜桃姐姐 这样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你们看 真的吗 怎么转得那么厉害 我也要丢一句 好 小朋友 我们帮水蜜桃姐姐数 一 二 三 嘿 摇得好厉害喔 为什么会摇来摇去啊 上蕉卜哥 水蜜桃姐姐你们看啊 我们平常在丢球的时候 它是呈现抛物线喔 可是我们把气球里面 装成弹力球之后 它就会呈现不规则的路线 有没有 对耶 好像那个飞碟喔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弹力球 在气球的里面 我们只要把它摇晃之后呢 那我们的重心 就会被弹力球所改变喔 所以我们气球的路线 就会呈现不规则的变化 原来是这样喔 那我们现在赶快找小朋友 来试试看吧 好 一 二 三 飞 哇 你们有没有看到它 呈现不规则的变化啊 有 水蜜桃姐要不要试试看 好 来 那我来旁边 一 二 三 飞 飞 哇 好棒喔 这样子气球真的就跟球一样 可以这样抛来抛去的完了耶 我想再丢一次 好 来 刚刚那个妹妹 好 来 来 你表现得太好 我们再丢一次给大家看 好 来 我们一起数喔 一 二 三 飞 好棒喔 可是雪蜜好姐姐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丢不好吗 小朋友怎么知道 为什么啊 香蕉哥哥 因为啊 就是弹力球里面啊 它改变了中心 所以啊 球球可能啊 它不会往你丢的方向 它会在里面抬来抬去 位置变得不一样 中心变得不一样 就会跑到不一样的地方去了 那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把弹力球 换成别的东西会怎么样啊 对啊 如果换成别的球 是不是一样可以丢呢 这个问题很好喔 那我这边啊 准备了一个这个 什么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乒乓球 对啊 乒乓球跟弹力球 谁比较轻啊 乒乓球 乒乓球很轻 对不对 我在这个气球里面 你们看 装了一颗乒乓球 这气球里面有乒乓球喔 有乒乓球 你听 有声音 对不对 真的耶 对 可是它比较轻喔 那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它装了乒乓球 那丢起来啊 它的会不会一样是不规则的路线呢 好 那我们赶快来给丢看 要用抛的喔 也要用抛的喔 没错 来 1 2 3 嘿 嘿 嘿 气球怎么又变轻的感觉啊 好像跟没有装乒乓球一样 那我们再来试试看 用乒乓球丢过去喔 来 1 2 3 嘿 嘿 哇 怎么感觉有装跟没装一样啊 没什么大改变耶 没错 水冰桃姐我们发现 这根普通的气球丢起来 好像没有差很多耶 对啊 可是它多了一点重量 所以可以飞过来对不对 对 至少可以传到你那边 和传到我这里 因为乒乓球它比较轻 所以气球运动的方向 就不会改变太多了 对 而且它也没有转来转去 我们在气球里面放一个弹力球 球会丢出去 会有不规则洞 那是因为弹力球在气球里面 动来动去 能让气球的中心改变了 所以气球就会不规则的飞喔 登登 登登哥哥 你手上拿宝特瓶做什么啊 对啊 但这个宝特瓶啊 待会儿啊 哈琪 水蜜桃姐姐 你们有没有办法啊 可以啊 这样子拿在手上 然后放下去的时候啊 让它弹的掉在地上 可是是站起来的呢 真的吗 那还不简单 那很难吗 我试试看 你试试看吧 来 好 就这样丢在地上 看它会不会站着吗 对啊 1 2 3 不行 不行 怎么会 来 哈琪你来试试看吧 来 哈琪试试看 1 2 3 掉了 还是不行耶 怎么会这样 像要我哥这根本不可能 那不然你试试看啊 再给哈琪试试看好了 好 想一想啊 动动脑筋喔 来 看有没有方法 1 2 3 哇 还是掉了耶 好 哈琪都不能站起来怎么办 对啊 怎么会这样啊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很好的方法 有 弹力球啊 小朋友说 在里面装一颗弹力球 可是弹力球又装不进去 小朋友刚才都说了好多的方法 我们待会可以来试试看 不过你们现在多练习 待会可能就会有机会喔 好 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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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琪姐姐 哈琪哥哥 我刚刚在练习的时候都失败耶 我看我还是不要练习好了 对啊 我刚刚也没有练成功过 我要再试一次 对啊 要有运动家的精神 小朋友帮我一起数好不好 1 2 3 真的不行 可是啊 我们刚才有听小朋友说 我们刚才要练习的是 要把瓶子拿在这边 然后放到地上去的时候 它会站起来 对 对不对 对 小朋友说啊 我们只要把瓶子里面 现在有一半的水 它说变比较少 就会站起来 对不对 谁说的 你 那你来试试看 1 2 3 来 香蕉哥哥 还是不行啊 不行 不行对不对 这个后柜根本就站不起来 不然你试试看嘛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还说用空的 对 还有小朋友说用多一点的 多一点的 我们这边也有多一点的 小朋友 来 多一点的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行吧 不行 来 我们先来试试看 来 来试试看 来 你看 刚才的水本来这么多 现在我们放更多的水 它说要多一点 就会站起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放放看 多一点的 会不会站起来 1 2 3 还是不行 不行 不行 香蕉哥哥 你说有办法 可以让它站起来 那你试试看呢 我就不相信 有办法可以让它站起来 真的吗 那小朋友像不相信 我可以让瓶子掉在地上 还是站起来的呢 不可能 不相信 不相信 好 那你们看 你看 好 你们仔细看 要帮我数1 2 3 我只要这样子摇一摇 你看 帮我数1 2 3 1 2 3 有没有 有 可是我知道了 看起来好简单的 我也要试试看 好 那小朋友再帮我数一次 有没有站起 1 2 3 没有啊 小朋友注意 一定要把这个瓶子 要记得 要摇一摇 然后1 2 3 有没有站起来 好厉害喔 宣戴哥哥 看起来很简单耶 那我要试试看 好 水蜜桃姐姐来试试看 只要摇一摇就好了嘛 对啊 摇一摇 来 放下 放开 1 2 3 还是不行啊 不行喔 不行 要再试一次 来 1 2 3 放开 可以了耶 水蜜桃姐姐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小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我刚刚有看到在转之后 水有变成那个漩涡的样子耶 没错 是不是因为这样啊 你看我们在转啊 把这个瓶子转转转转 有没有看到一个漩涡 有 好像龙卷风的漩涡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大漩涡 可是啊 当我们把瓶子丢下去的时候 然后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就会让这个漩涡 产生水花 建起来 然后它的力量就抵消 于是这个瓶子 就可以 站在地板上 所以就是旋转的时候那漩涡 让它变成有重心 就比较容易站着了 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小朋友 可以再来看一次喔 你看 好 我们先把它转 来 有漩涡 然后等静止一点的时候 放下去 不行喔 小朋友要等一下等有漩涡喔 好 如果这样子摇晃得太厉害不行 要等它静止一下 然后再放下来 比如说 好棒喔 好棒喔 好棒的方法 那有没有小朋友试试看 那你拿好要摇一摇 我们说放才可以放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把它1 2 3 摇1 2 3 放开 你要拿好喔 要等水比较静止喔 放开 好棒喔 成功的耶 就是这样子喔 对啊 小朋友好棒喔 做方法 只要对了 连小朋友都会实验成功耶 所以小朋友在家里 也可以试试看喔 但是啊 刚才小朋友说 我们准备水比较少的 为什么就站不起来呢 你看这个水是不是比较少 对啊 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喔 这样转转也不可以站吗 你看我们只要把它转 它也会有漩涡对不对 对 可是漩涡一下就不见了 对 因为它上面有很大的空间 可是下面的空间不够对不对 你看喔 再转一转 好像都没有什么漩涡耶 一下子漩涡就不见了 所以啊 对啊 它就不能喔 这样子就不会有产生水花 可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你就没有 没办法平衡 没办法抵消 所以平时就会倒了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原来如此 你看如果同时帮它们转 看谁会比较久 好 你看 真的耶 这个漩涡还在耶 对啊 水少的就没了 对 对啊 可是刚才我们也有比较 小朋友说用水比较多了 对 我们这个水比较多 那你看我们先把这个转一转 它的漩涡是不是好久好久好久 你就重 那你水多的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水比较多的 转转转 可是啊 这个漩涡好像没有那么好耶 一下子就缩起来了 对啊 因为它上面的空间喔 比较小 所以它转的漩涡就会没有那么大 你看 来 那我们一起转 你们都知道了 来 再一起转了 一起转 1 2 3 你看一个比较久 所以水太多和水太小都不行 刚刚好一半一半对不对 没错 而且水比较姐姐 我们也准备了不一样的瓶子 来试试看喔 真的这个瓶子 有哪里不一样啊 你看 这边旁边是圆的对不对 对 可是它的屁屁这边 它有四个角对不对 对 1 2 3 4 5 可是另外一个呢 平平的 有五个角耶 像焦哥哥 有五个 1 2 3 4 5 有五个角喔 这是一个平平的喔 那你知道我们要这样转 等漩涡停下来再放下去 它就会站起来对不对 对 小朋友猜猜猜看 真的会不会站起来 会 会 可是它有五只角耶 会不会 会 有可能喔 来 水比较姐姐 妳要不要试试看 好 先转一转 可以 转一转 有漩涡了 还没有耶 1 好 有漩涡了喔 1 2 3 好难喔 真的吗 再一次 1 2 3 好难喔 真的不行耶 香蕉哥哥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不是太重了喔 小朋友说太重 其实它们的水啊 是一样多的喔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啊 这样的空间 是可以让它的旋温 转得非常好的喔 但是因为它的屁屁 这边有五个角喔 可是这是平的喔 所以下去的时候啊 产生的作用力 是不是 分散注意力的意思呢 对 它的注意力就被分散 所以啊 它的力量没有办法集中 就会倒掉了 我们将瓶子放下去 因为瓶子受到作用力 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瓶子会弹起来 可是我们如果先转一转 让瓶子产生漩涡 然后再放下去 瓶子也会受到作用力 与反作用力喔 可是因为漩涡的关系 让水吸收了反作用力 而产生了水花 可是瓶子却是好好的站着喔 就到了科学游戏的时间了 香蕉哥哥 今天小朋友问什么问题啊 对啊 我们这边有收到一张传针喔 是高雄的林欣怡小朋友 欣怡妹妹问问题的喔 欣怡妹妹很厉害耶 她还画图说明喔 她发现了一件事情由你们看 这边她说准备一个杯子 是 然后一张面纸 然后把面纸塞在杯子的底部 然后倒过来 所以面纸现在在上面喔 然后再准备一个 装满水的脸盆 然后我们把杯子 倒着放进去脸盆裡面喔 然后为什么拿起来的时候 杯子底部的面纸不会湿呢 为什么呢 好聪明喔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做看这个实验喔 我们准备的这个水 是不是有颜色的 对 好 那我们把杯子擦干之后 把面纸装在底部 如果沾到水 是不是会变纸也有颜色 对 对喔 那我们把它放过来 你看 直直地放下去 放到砖板水的盆子里 你看 水有颜色 对不对 是白色 但是我们杯子里面 是不是没有颜色啊 对 对喔 因为我们杯子里面 有空气宝宝喔 空气宝宝其实它是有体积的喔 体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在杯子里面 它有在一个位置喔 就像小朋友坐在那边 有一个位置 然后啊 所以啊 我们旁边的水宝宝 就跑不进去了喔 所以是空气宝宝 把水宝宝挡住了喔 没错 所以啊 我们面纸再拿出来看一下 你看是干的对不对 对耶 哇 还会这样飘来飘去喔 哇 我们将装卫生纸的杯子 放在装水的盆子里 因为杯子里面 有很多的空气宝宝 水宝宝进不去 所以卫生纸就不会吃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西瓜哥哥 如果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可以按这里 按个订阅 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 更精彩的节目的话 还有影片都可以看这里喔